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河南省的一个小镇上 数万亩的耕地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里拥有的不仅仅是大量的田地 还有四百多栋羊社 里面饲养着八万多只羊 还有上百栋牛社 里面的牛头头珍贵无比 鸡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动物和田地中的庄稼和谐共处 而这样的大面积种植与养殖并存的现象 在国内并不多见 秋天的一个清晨 镇上的一片大豆田开始收获 而在它周围 这样的长满大豆的地一共有十几块 面积共达四万亩 这是这片土地十年来第一次种植大豆 巨大的新型农机收割后 将豆子留在了机器中 而身后则丢下了大豆外壳 叶子以及大豆接杆等农作物的废弃物 数量如此之大的农作物废弃物将要何取何从 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个词儿 焚烧 秋收之后的接杆数量之大 如果全部进行焚烧 就很容易造成雾霾天气 并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 还会使空气可见度降低 引起交通事故 甚至因为焚烧不当引发火灾 但是很多人明知故犯 冒着被抓到的风险进行焚烧 究竟接杆桓田 这个看上去既省钱又省力的方式 为什么会被广大农民所放弃呢 接杆桓田也有一些弊病 第一呢 它有时候粉碎不太彻底 然后会造成这种土壤的这种空洞 或者是结构不完整 破坏了土壤结构 然后造成对第二茬 或者明年的这种种植呢有影响 第二呢 这个结杆本身会携带 这个虫害的虫卵 还有这种草籽 如果就是说就地还钱的话 会造成第二年的这种 虫害跟草害的这种大面积 严重的这种滋生 给这个种植的管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结杆桓田所带来的严重的病虫害 以及杂草丛生 使农民们苦不堪言 为了消灭庄稼上的虫害 以及草害 农民们不得已要大量使用 杀虫剂以及除草剂 这不仅大大增加了成本 而且严重影响了作物的质量 因此街杆对于农民而言 成为了没有用处的废物 那么这么多的街杆 除了焚烧 真的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吗 其实有些地方到了秋冬 恰恰急需这样的街杆 在农区 我们的传统的粮食区 通过农业的废弃物 变废为宝 将农业的废弃物 转化成为动物蛋白 这是一条我们国家 很好的农业发展战略 经过一番规划 上百个眷舍建了起来 经过三年的繁衍 如今眷舍里已经高达 八万头羊以及上万头牛 而街杆可算是被高效利用上了 一切看上去似乎都顺理成章 可当初为了确定究竟该养哪些动物 却很是让大家伤了一番脑筋 到底是养猪呢 还是养牛羊呢 实际通过养猪 我们在考察中就是发现了 因为猪大量的消耗是粮食 消耗的是口粮 那么我们在根据我们这个地区 河南地区小麦跟玉米套种 那么玉米产生大量的结稿 正好是牛羊最好的饲料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牛和羊的品种 其实不仅农作物的街杆是牛羊的好饲料 我国每年收获的玉米 其中60%以上也用作饲料 农民们会将玉米紫粒跟街杆分开处理 紫粒晒干被做成了饲料 其他部分则被浪费掉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牛羊 企业决定种植一批专供牛羊使用清除玉米 这样不仅产量高 而且整株玉米在收获时可以全部被打碎 成为饲料 其实这种所谓的循环式的养殖模式 在我们传统的中国农村当中其实就有 不过那个时候是一种粗放式的 可以说是完全在一种很简陋的条件下执行的这种方式 我们现在这种大规模的养殖 就不能那么粗放的管理 我们需要它集约化 需要它做到非常精确 也就是说你这片土地投入产出到底是多少 一年能够诞生多少饲料 这些饲料或者是这些结杆 有多少经过清除也好或者其他除也好 最终变成能够让牛羊吃下去的草料 这是要经过精心计算的 所以现在的这种精硬模式跟过去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打碎的饲料经过乳酸菌70度的发酵后 不仅大部分虫卵会被消灭掉 而且质地会变得柔软 并且具有酸香的气味 同时还便于长期储存 但是经过发酵后的饲料 酸性比较强 因此在喂食的时候 会使用晒干的结杆 跟它搭配在一起 如今这些调配出来的饲料 牛羊们吃得津津有味 一个个也是养的飙肥体壮 数量迅速扩增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品种 当初为了挑选这些牛羊 大家可是煞费苦心 不同的品种有不同的优缺点 到底该从哪里引进牛羊 是个不太容易的选择 中国的牧场在内蒙 实际的牧场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呢 它这个经过多年选孕呢 它培养出了一些 这些优秀的肉羊品种 我们2015年从澳大利亚 引进了这个三千只 这是优秀种羊 这些羊呢 它的生长速度快 肉质比较好 它适应性比较强 我们国内的羊 也有自己的优良特性 它们的繁殖力高 如果进行杂交 把国外的优秀种羊的特性 与我们国内羊的优良特性 结合起来 那或许可以大大提高养殖效果 一批批小羊羔和小牛犊 顺利出生并健康成长 它们和它们的妈妈的待遇可不一般 饲养员非常注重 对它们进行特别的蛋白质补充 这是专门为它们配置饲料的地方 高蛋白的豆粕 挂面下饺料等等 经过合理的调配之后 成为高营养又容易保存的 颗粒饲料 这可是它们的特权 这些饲料可以充分为它们补充 所需要的能量 这些小羊羔 如今已经三个月了 饲养员正在对它们尽情称重 体重达标的 今天就要彻底与妈妈分开了 它们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因为随着它们慢慢长大 原来的眷舍不足以提供它们足够的空间 而体重不合格的 就要对它再特别照顾一段时间了 可是养殖动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疾病的控制 更何况是这么多种类的动物 如何避免疾病的传播以及交叉感染 是大家首要面对的问题 为了控制这个疾病的传播 我们在羊场设立了东西南北两道防护林 这个防护林的作用 第一个是起到了这些 恶劣天气的变化 引起了一些自然灾害 第二个对这个疾病的传播 也起到了有效的隔离 之前就是拨撒这些有机肥的最好时机 现在准备像刚刚收获的大豆田里 释放有机肥了 现代化的机器施撒起来速度很快 一眨眼的功夫 偌大的一片土地就铺上了厚厚的一层有机肥 这些应该可以保证即将撒下的小麦 以及果蔬的种子健康成长 种植加养植 有条不紊的维持着生态平衡 在这样的生态结构中 就建行了地种粮 粮接杆 杆喂羊 羊拉粪 粪还田的 良性循环 沙漠被称为地球的癌症 沙漠化问题也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期待解决的难题 征服沙漠 解决荒漠化 早已是世界性难题 以往沙漠遍绿洲只能是一种维好的向往 但是 现在就有人不信邪 想用沙子在沙漠里种出水稻 借助一些现代的技术 我们可以把原本一无是处的东西 变得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有用 那么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当然 另一个话题就是 我们还是不能够小看 现在我们这个土地 尤其是我们可耕地 面临的巨大的压力 18亿亩土地红线到底被突破没有 其实仅从我们每年进口的粮食量 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不仅粮食在进口 连生猪都需要大量进口了 所以在未来啊 可能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农业安全的问题 几千年来 人类一直与沙漠进行着抗争 想要征服沙漠 让沙漠不再给人类带来麻烦 但是 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如今 听到有人要在沙漠里种水稻 我们的记者决定 去一探究竟 这是沙漠呀 这水怎么能就是留在这呢 沙子一遇水那水就渗下去了 对呀 在我们这个印象里 水的遇到沙子肯定会往下渗呢 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个我们的秘密武器 我们呢 我们这种秘密武器也是这种沙子 的确 沙漠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洞 无论多少水浇上去 也能渗漏得一滴不少 可是接下来 小宋用他所带的红色的沙子 在沙漠上给记者做了一个小试验 却让我们霸吃一惊 我首先就是 我这个沙子上我挖个坑出来 我把我的沙子铺到上面 要铺多厚啊 我们铺的话就只铺薄薄了一毫米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再倒一个水下去 嗯 水都流在上面了 对 你看这个水 嗯 这个水是不往下渗的 对对对 对 你看在旁边的话 嗯 哎 这是什么原理啊 为什么这种红色的沙子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这还不算完 要想种水稻 让作物在沙漠中能生长良好 还得具备另一种功能 但是我这个沙子既能透气 又能足水 我给你演示一下吧 我扎一个小眼 你扎了好几个小眼 对 我扎一个小眼 这样的话就是 我扎一个沙子进去 嗯 你看我敲一下这个沙子就下来了 嗯 上面这个眼是通的 对 再让我倒一些水进来 嗯 好 哎 这水没有漏下去 对 你看水没有漏 嗯 这就验证了我们这个足水这个功效 对 那这个另一个特点呢就是 它透气 我为了验证就是我这个透气性 我从下边往上吹一下 好 有气泡 看出来 对 你看 这个气底是可以通过的 那这样我这种沙子 这个杯底现在 还是干的 对 这种杯底还是干的 还是干的 也没有漏出水来 对 然后呢 现在我被这个水倒掉 哎 你这沙子好神奇啊 真好玩 让我这个沙子倒掉 你看里面的沙子 沙子还是干的 对 说明我这个沙子是佐水的 它可那个水像排斥 小宋展示的这种沙子 叫透气防渗沙 说到这种透气防渗沙的原理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秦生义 秦生义就是这种透气防渗沙的发明人 他也是归沙资源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 让普通的沙子既能透气 又可以防水呢 其中这个河行技术 我们是从那个河叶啊 你看水倒上去以后 我们小时候玩 是吧 到河塘里面 这个河叶完 是吧 水一倒 像到珍珠院一块一块一块 但是呢 它就天然的有一种增加水力表面 张力的功能 实际之后一分析后 它是维纳结构 是我们沙里表面 使用过那时候就发明了通过 维纳结构的一种方式来增加水力 表面张力 虽然很难相信在沙漠中能种出水稻 但是当小宋带我们来到种植基地时 我们还是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 远远望去 远处依然是看不到头的沙地 可眼前却是金黄一片的成熟稻田 打扰您一下啊 我看您们现在正正在收割呢 是吧 这边地区以前就全部都是荒漠是吧 对以前全是荒漠 有人种水稻吗 这个地方 就是以前嘛 在我们根底这是没有 等到在这个远处有种的 这头几年说 等到这个地方吧 算是就今年头一年吧 那远处他们种水稻是用这种方法种的 他们不是 他们一般的都是 一般都用咱们的普通的塑料布 原来沙漠种水稻 并不是新生事物 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人开始种了 不过那是把塑料膜铺在沙子底下 用来防渗漏 所以叫衬膜技术 你看这个 这个是田梗 那田梗呢 这个就是那个衬膜的塑料膜 这已经老化了 那这就是白色垃圾 的确 我们看到的利用衬膜技术 种植水稻的沙地 几年之后 被人弃之不用的土地 到处裸露着 风化的塑料薄膜 而小宋自豪的说 他们使用的透气防渗沙 是生态环保的 沙子取自沙漠 用于沙漠 不会对沙漠造成污染 眼前这上千亩成熟水稻的稻田 看上去非常诱人 看来沙漠种水稻 真的成功了 那这水稻 到底是怎么在沙漠里种出来的 在沙漠里种水稻 需要把沙地 挖出80厘米的深坑 但是只需铺上 2厘米厚度的透气防渗沙 您别小看这2厘米 2厘米厚度的透气防渗沙 每平米就可以承受 39.5米深的水压 所以80厘米厚度的沙子 对它来说 只是微乎其微的重量 绝对不会造成漏水现象 而且是一劳永逸 可以永久使用 可是保水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沙漠里本就缺水 重水稻又需要大量的水 水从哪里来 这个水的问题呢 我给您卖个关子 在那边呢 有我们做了一个引用水库 这个引用水库呢 是埋在地下的 我们这个水稻所用的水 都是来的这个引用水库的 走不去看 被您说的太玄乎了 我还没见过是什么样子 你看前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地下引用水库 你看它是六边形的 它是一个水井 对是一个水井 这个我们管它叫做 龟沙风潮结构 地下引用水库 龟沙 对龟沙呢 就是我们这个沙漠里边的 风际沙 龟沙就是这个板是吧 对你看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龟沙 包括我们里边用的材料 也都是龟沙 下面这块都是 对都是 而且我们整个你看 都是用沙子做的 那这个沙子和我们铺在那个水稻田里面的沙子是一样的吗 对 这种沙子和我们这个用的是一样的沙子 原来这隐形水库就建在稻田的边上 而且全埋在地下 地面并不影响使用 主要收集天上的雨水雪水还有稻田里的水回收再利用 仅占地100平米的隐形水库 所收集的当年雨水和回收再利用的水 就能支持其百亩稻田的用水 打一杯 对打一杯看一下 这个水是什么时候下雨 这个井是我们去年 去年那个 对去年下点 然后一直在收集 一直在利用 一直收集到 对 你看这个 大概有一年了 好清 对 你看这个水是比较清的 几乎没有什么杂质 对 几乎没有什么杂质 所以这个水灌个稻田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沙漠本就代表着荒芜贫瘠 以前沙漠里没有植物 不仅仅是没有水分 也因为沙子里面没有养分 植物难以存活下来 那么水有了 苗有了 仅仅依靠沙子 水稻 就能长好吗 在沙子里面几乎是没有营养含量的 既然说这个沙子里面 它没有养肥 那我们就是人为的给它添加 添加什么 我们添加呢 我们添加呢 我们不添加化肥 我们添加呢 就是来自克尔兴沙地 这个牛和羊 它们产生的粪便 然后我们经过发酵以后 我们湿入到地里面 我手上这个是 对 对 没人 粪便 对对 现在已经不是分辨了 它经过发酵以后 它已经成为肥料的 经过一年的时间 通过铺设透气防渗沙 种出来的水稻 终于成熟了 和传统秤膜技术 在沙漠种出的水稻相比 还真的差别不小 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我们这个沙子做防渗 虚根特别多 而且它根呢 也比较长 我手里这两种呢 都是那个大花香二号 大花香二号 在东北的产量 大概就是九五百一千斤 那在我们这个南卖这个地区呢 种的好的话 也可以达到这个产量 未来 利用这样的沙子 可以在沙漠的边缘地区 多建立一些 可以种植水稻 种植树木的区域 让原本的布毛质地 逐渐变成人类 可以生存栖息的环境 这也为未来 我们解决沙漠问题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互联网的延伸和数据的交互 让世界上每个元素 都可能实时在线 万物互联究竟距离我们有多远 敬请收看 数字上的交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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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